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請到羅家聰和KC博士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KC博士你好 聽到嗎? 聽到 今天講兩個話題 一天講一下JPEX的疑似偏案 另外也會講一下英國的通脹問題 首先我報告一下JPEX現在發生什麼 剛才我也搜集了資料 現在疑似受害人的數目就達到2000 涉的款項就多了少少 現在就13億 JPEX在澳洲本來有一個註冊的商業登記 現在就申請撤銷 以及警方宣佈了封網 封JPEX的apps和網站 不過又說有些電訊商就不太跟 這一點我也有點懷疑 現在封網有什麼作用呢? 全世界都曝光了 還有人去投資 KC博士你怎麼看 他封網的法理基礎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是疑似 是不是疑似就能封呢? 這是第一 你懷疑而已 如果你懷疑就可以做事的話 你只能跟國安一樣 懷疑你應該可以直接放在監倉 即是在普通法的原則不是這麼做事 現在你懷疑而已 這件事 你說它無牌 很多都無牌 其他人就封了 你有沒有叫電訊商封了其他所有 拔拔那兩間 只有兩間有牌 其他人是不是也要封 即是你 那個啟示很大 你出來的影響 其他人會害怕 其他那些會不會 給你一封網 錢又拿不到 你拿這麼多錢 結果會怎麼樣? 那些人趕快就拿錢出來 誰知你會不會封了其他一些 即是擠題 沒事也變成有事 就是擠題 沒事也變成有事 全部擠題全線出事 那你做了這些事情 有沒有想過後果 那也有些人說 大家正常人 有看新聞 你也不會這個時間 再傳錢進去JPEX 反而有些人說 拿回百分之一也好 有些人打算拿回錢出來 那你現在封了網 連百分之一都拿不到 要VPN 另外JPEX又推出了 叫DAO持份者分紅方案 即是說你這一刻拿 就可以百分之一 但如果你相信他 根據這個方案 一年之後可以下回三成 兩年之後可以下回全部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相信 究竟一兩年之後 是不是存在 你擺明也是拖時間的 實際上 事情發展到 我這樣 這間社會 被他搞死的機會 都很大 如果你被他搞死了 其實應該 就拿不到 我相信 空多吉少 我想 不只是這件事 這件事 你已經是 這間社會 中了招奶了 就知道 你的北投資 應該要撇掌 但是 對其他那個影響很大 如果你其他那些 現在其實很多間都差不多 在做不上的事情 有很多 很多錢 很多人涉及在這個圈 你只是一間都已經 有這麼多人 數以億計 如果你連累其他那段數 很大 就牽少人很多 但是如果有些其他那些 是不是有些 真的正當的 也是在做這些 加密貨幣的交易 他之前 你說你正當而已 現在只有兩間有排 如果你按他現在 這樣出來的說法 那兩間以外的全部都是犯法 是不是 但是他又沒有拘捕 那你現在怎樣呢 就是你 拘捕就是早點拘捕 就是你現在不是不知道的 一直都知道的 這些平台在香港不是 不是一天半天的 很久的時間而已 一直運作了那麼久 你又不出聲 又不成 那你現在你默許 就是沒問題 那你一直沒問題的時候 那你現在突然間又拘捕 那你現在拘捕 是不是其他那些資格也有問題呢 那這要搞清楚 你搞不清楚的話 其他那些又怕你瘋狂 其他那些又怕你被拘捕 那其他那些很快都可能會出現擠蹄 大一連轉的混亂會出現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到KC博士這麼說呢 如果真的有資產在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的這些加密貨幣交易所呢 可能都要馬上想一下自己的後腦 那這次的案件其實適合很多東西的 那我首先適合很多知名的KOL 剛剛又拉了 不是拉了 請了張志琳回協助調查 那我之前就有陳二 林作 阿肥媽 莊斯文 那這些人 那又牽涉到一些 都不知道價值是什麼東西的 一些加密貨幣 例如他自己發行的JPC 那我上網找資料 都真的沒有什麼 究竟他發行量是多少 那些根本都沒有數據 還有你很神奇 之前又說買 如果你是存有1000個USDT 就是1000元美金 你要收到的手續費 提出來要999元 這也是匪夷所知 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會下答 KC博士你怎麼看 他這裡應該是有些手法的問題 我先說清楚 我不是認為這家人沒問題 他應該是有些東西的 你這麼多人出來投訴 現在有幾個部門正在做事 但是 如果當初 你自己不是 太過貪心 不是太過 蒙蔽了的話 照計就不會那麼容易中 這類這樣的 所謂詐騙 或者直接 犯罪 類似的 機構 或者上網的那些 那些 那些平台 是很多 很多的 很多人都中過 但是 通常以前那些就是 首先可能 扔的錢來不多 第二 可能 就是 在海外 那你也追不到 那你既然錢又不是太多 輸了一點就當跌了 當輸了錢 投資失利 那樣 也不可能追得到 那就算了 他這間就入了香港 入了香港 如果你 有一些本地的人 本地的資金 在市場裡面 其實就中了正監管理的範圍 就變成一件事 就讓開了 但是其實你這類 在網上沒有監管的東西 很貴多 很多都是假的 沒有說加密貨幣 甚至上網網網購買 也有很多人騙人 我也被騙過了 給了錢買東西 接著就結貨不到 但是你買東西都是 幾十元就算了 但是加密貨幣 不知道 沒有算了 有時候的東西就是 就是你這些投資 逢是他的回報 開得太過 尋常不合理 跟市場差很遠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我那次買東西 糟糕 他那件事的價格 開得很便宜 很便宜 那原來又開得不合理 那你經了市場一致 你自己總之知道 你就要小心 你報警也沒用 事後都追不回 拿不回錢 有時候也是浪費時間 這次你說不合理 他曾經有一個 抵押的計劃 說了19利息 我一聽都覺得 怎麼會有19利息 其實基斯博士你覺得 一般這些類似的投資 有沒有一個數值 說多少以上 就真的 要特別小心一點 其實沒有很難說 因為你現在 條街 說著無風險利率 都四五里的了 現在央行利率 都有這個水平 如果你做一些 叫做 Structure 了的東西 這些結構的東西 打了包的 或者一些 循環性質的 就是抵押 再 再 再谷大的 如果你做到 一個雙位 這個不奇怪 你如果做到一些 譬如一些 債券來說 垃圾級別 或者其他一些 比較瘋狂的東西 你能夠給雙位 雙位不奇怪 所以這次 尷尬在 他開的雙位 不是很不尋常 假如我開100厘 你一看就知道不對勁 他又不是那麼離譜 他是懂得租心理的 雙位是高的 但是不是高到一個 不完全 一看一看就知道 不立即的地步 那就變得有多人中 所以其實你 就這樣排面看 就很難知道 如果你說 要檢查他的 其實這家 很多資料都檢查不到 老闆哪個 你還沒搞得清楚 還沒搞得清楚 唯有就是你如果要參與的話 就控制住馬 沒問題 說回這些類似的騙局 香港我記得一年之前 都有一個牛奶種菌案 或者要說回金融 我又想回十多年前的 馬多夫騙案 那個也可以說是一個 龐氏騙案 其實這次會不會 都算這些龐氏騙局 你覺得 有這樣的成份 但是他摩擬是龐氏 龐氏就是一味靠 就是層壓式那些 賺錢回來 谷大 再賺客再谷大 如果你講這些龐氏的話 其實 其實現在你國家 曾經發債都是這種 這種騙局 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但是他現在就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真的可能你 整個銷售的手法 他有些要拿牌 那你沒有拿牌 政府發債就沒有關係 因為政府不用拿牌 他說要合法 他就合法 但是如果你在他的領域 領土上面 你要做這些東西 你要拿牌 你不拿 那他就說你犯法 你沒有牌 然後你走去銷售的時候 可能手法的問題 手法這些東西很窄戒 那你找些名人 聲音大一點 那麼他可能出位 不是說出位的姿態 那麼簡單就是 構成犯法 那你也要實際上 他有沒有做了一些事情 是真的犯法 那麼他可能做了一些人 那些KO又沒有拿牌 那這個在一個位 如果你翻了那些錢回去 問題就是他 他拿這塊錢 做什麼呢 如果他純粹都是 拿你的錢 不斷地谷大 然後再拿錢再谷大 那你某程度上說 他也是一個防止騙案 但是我理解 就是現在大國運crypto 都是這樣運作的 嗯 就是你本身是 crypto是什麼呢 就是發抄 發抄而已 你本身 你無端端發印銀子 其實政府也在做這件事而已 你無端端印銀子發抄 他就突然間會變大 那一定是越來越多人參與才會變大 等於你美金那麼壯大 也是越來越多人用美金才壯大 那就是同一個道理 那麼如果你說要靠 靠一路拉攏 會員入會增加會員人數 然後去壯大一件事 就叫防止騙案 其實很多東西都中的 問題是他背後有沒有一些 那你現在 我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 如果他背後有些 譬如 我說你比較淺 不是純粹錢賺錢賺錢賺錢 不斷拉會員的 他有些生意 有些嚴禍在後面 那你也可以說 某程度上 叫做 也不是沒有東西在後面 譬如你現在這些平台 變了很多 你大了你 香港也沒有牌 問題是他背後也有些生意 也有些業務 那你先上賣市 如果你本身他沒有業務 沒有生意 他純粹那個 谷大那個 那個過程那個來源 是一味靠他拉會員進去 那麼你要小心一點 嗯 那麼他有生意的 那麼他是一個交易平台 他的生意就是好像香港港交所那樣的工作 不過就不是買股票 就是買加密貨幣 那麼他本身的 business model很簡單 又不是賺佣金而已 只不過是 不過在這個平台上面有自家貨幣 然後又做些什麼抵押的 19厘息的東西 才搞到這些東西 所以你說他 龐氏變局 那個變案的成份 不是沒有 但他又不是完全全100%是這件事 他是有些東西 就像你這樣說 所以這次他這麼大聲 就是這次的張溫源頭 嗯 是啊 繼續發表聲明 就是說我自己是正當營運的交易平台 他這麼說 其實這個也牽涉到一個問題 其實當年比特幣免勢 說相當驚人 我都看過那張紙幣 裡面就不太深 數學 真的 容易看過 KC博士理事那些紙幣 起碼我看得明白 就是當年那個 比特幣那張紙幣 我自己覺得 當年發明這個區塊鏈 和加密貨幣都是一個厲害的 但是現在就好像很多人 搞搞搞一下 就是懂得炒 然後又做了一些片案出來 我又不排除 將來 就是假意事 可能這些區塊鏈 加密貨幣 都會成為我們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現在這一刻 是不是 還是有很高風險呢 特別是好像沒有什麼監管 跟銀行存款不同 銀行存款 你那些錢 是放在另外一個戶口的 那現在那個情況 是不是 現在去投資 這些加密貨幣 是不是 都真的 沒有很適合 是不是 我想很多人都不是投資 是投機的 投機 投資的定義就是 你真的有 有一盤生意 有些業務 有些東西 有些所謂的基礎 會不斷地產生到一些 利益 經營一些 叫做 Rent 或者 什麼 即那些是 Stable Income Stream 你要有這些 這樣的結果 純粹是炒價 低買高賣的 其實 這個是 炒 這個不是投資 還有很多這些炒的東西 當然 一旦有這個市場的時候 搖運輸了一大堆 說真的 說真的 像樣 Investable 永遠都是 等於你不要說 Crypt 就算你說 貨幣 全世界200個國家 你有多少貨幣 買得過 就拿了幾個 美金 英鎊 硬幣 人民幣怎麼跌 你也看到的 日圆怎麼跌 你也看到 投資得過 買得過的 其實不多 老實說 那你 你不是說整個 一桌高打 全部都不行 但是 你看 整個上榜的排名 你可能 頭五隻 五隻手指數了 那些玩得過 你打後數到十幾二十 其實已經是蜜蜜蜜的 如果你這麼瘋狂的 你可以炒的 沒問題 不過你那塊錢 如果輸了 你當下跌了 如果你下跌了 也沒問題的 不影響你的生活 不影響你的心理 你就玩了 謝謝KC 這些 小小的分享 說回 不要說crypto 說回真的貨幣 要說一下英鎊 昨天 英國統計署公佈了最新的通脹數字 跌了一點 很少 不過真的很少 現在就是 最新的數字 最新的數字 不如3 跌了0.1% 通脹 通脹 6.8 6.8 6.7 6.8 但是之前 有些人打算是會升 因為國際油價 升了 我真的把油價都貴了 之前140多 現在150多 但是看到最新 還有跌 我看統計署的解釋 因為食物的價格會落得比較快 所以現在就有意外 跌了一點 我們一說話的時候 應該快來 英良銀行就宣佈 加息 市場原先打算加到5.5厘 但是現在就變成一半半 也不知道加不加 加不加就很難說 我想我們兩個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長一點 是不是也差不多加到尾 即使加也加了這次 有些人不斷猜 但是 如果你通脹 6字 你很難說就這樣收工 是吧 連銀行也可以贏 如果你卻看PCE PCE的數字比較低 那現在相差 所以3那一頭 你差一點跌 你現在6點多 你就很難薄 所以我想 我還可以先進去 市場太低了 整個周期還要捱多久呢? 我想 他現在希望太慢 但是你去到一个位置,经济突然间失速衰退,那就有机会停 现在有点迹象,英国的GDP可以缩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形成一个趋势 如果未形成一个趋势的时候,你的通胀又不是很跌得快 它就会面对一个两难,两难就是经济衰出来,通胀不跌 你可能经济,即现在GDP可以收缩,真的可以进入衰退,这样说 通胀也是有两季的,不是马上跌下去,现在在五十六一轮 你没有理由英零银行,我现在去收工,不做事,你应该被骂死 不是,它自然回落,它可以这样说,可以吗? 它自然回落,你有眼看,等到几个月都是六,那怎么办? 你现在有这个可能,因为你现在的基数效应慢慢 现在对比去年同纪,去年同纪是通胀顶位 接着下来,你再过几个月的去年同纪,就是去年的9月,10月,11月 通胀跌下来 那你脱出来的那个按年,那个通胀可能会上升 第二就是你现在油价上升 油价上升,油价上升 如果你上升的时候,你那个 整体通胀的效应是会出现的 那你现在6点多,可能跌了多少,10月,都在纠缩上升 嗯 所以你可能要等加息完结或者减息,还要等多一段时间 等衰退真的来了 那些东西应该有扯下来的压力,但也未出现 如果他硬不加,就可能被人骂了一段时间 硬硬加的话,衰退可能会很厉害的 就是你因为应对通胀,华智的经济死了 硬硬再加多一两三口,会有机会这样做的 那你看到时候他怎么看 那他也很跟美国的 如果你美国是,经济没那么差,可能相对好一点 美国通胀还没得好,还要弄多一两口 现在说弄了一口,可能弄了一口,还没够厚 通胀又不跌,再来的时候 即是变成你实际上那个加息的周期可能会 退遲了,会超过退 做到的数据真的出来了 然后才做多了,到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到时候才有机会 你说在美国,很神奇 美国的息口也不低,但香港的息口还是偏低 而香港的通胀数字又是很低的 即是1.8% 刚刚最新的数字 那么香港是不是那些物价真的不懂得移动呢? 不是的,我想你有些人隔了一轮回香港 你问一下他,他都觉得香港的东西都贵了 有时候通胀的感觉 即是日常的那些日用品,出街吃 那些,其实你不会很见到一个很明显的低通胀 即是反而是租金,香港的楼市很低 大家知道楼价这么多 你这里是有一个向下的拉力 将整个通胀数字,即是家权的权重大 扯低了 那现在你美国这个情况没有那么出 变成美国,即是虽然楼价轻微回落 它继续的通胀比例也有一定比例 但是总统的通胀就没有这个效果出来 嗯,是的,香港的通胀数字很神奇 租金可以占成四成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 今天就多谢KC博士和大家很仔细分析了 说一下JPEX,也说了英国的通胀和最新利息的情况 多谢KC,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